今天戴薛靠回到了他之前的家 到这里他除了尿尿没有任何的反应 正当我们准备盼招离开的时候 找过来一位老奶奶 我俩根本不知道他是谁 但薛靠莫名其妙走到他的身边 瞬间就坐下了 后来我俩才知道 薛靠是之前他家养的狗 此时薛靠的动作 他是从来没跟我这样做过 也算是我心里能到达的极限了 但接下来呢 他的动作都让我后悔养他 此时他的前主人回到了屋里 等他再出来的时候呢 薛靠的动作彻底的打破了我的心理防线 这是我养他一年 他从未对我这样做过 这你让我非常的道歉 天 不可不可思议 你发现了吗 就领领 那个领养狗就是永远对第一个主人 啊 那个同学长大 那个同学长大 啊 哦 啊又是这样 哈哈哈哈 啊 跟咱们同样的 只只只养一年了没这样过 来吧 没有他只是啊 哈哈 给我一下按费哈 还有你一年给我一下按费哈 没有啪 他认识他 他认识 感觉他不一样 你隔着站着哪儿不走啊 一年给送回来 后来的素养还是不死心 于是呢又重新再来了一遍 知道 放啥呀 他不会 他只有剑踏才会 哈哈哈 哎呦我去养一年我去 绝高省上的谜团 就是在你们这你们没发现他上完厕所都都站屁股上吗 没有 没发现可能是来 啊 这时候是来公宅了 来来公宅了 怎么 我给我打架 给我打架给他打的 嗯 到时候腿都缺了一段时间 他腿缺了一段时间 哇自己好了 嗯 这只好了 腿都切得歪 啊 切得歪的 洞都刮胎上了 走不住了 嗯 都太坏了 我听没有没了 在冬天 然后之后拿了个小熊跟他玩 玩 都能弄到床台后了 掉下来了 腿伤 然后 毕竟 跑来跑去 大概是这个意思 嗯 就那么个 跑来跑去跑去 是走的 走 看来那修奥跟那前主人 这个感情啊还是挺深厚的 要不要呢 把他留在感肃